既然佛首万法皆空 可在日常四项上又千变万化 如何处理 极为正法 万法皆空 说得很深 不是初学人的境界 如果你真的懂得万法皆空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千变万化 与你都不相干了 你就没有事了 你还有事 你还想如何处理 可见得你没有空了 真正到万法皆空的这个境界 不是凡夫了 法身菩萨了 不但你超越六道了 你超越十法界了 所以我们今天 明了万法皆空的理 在四上我们还是空不了 四上还是依照佛的教诲去做 佛的教会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就非常好啊 夏劳局司这个会记本 严谨意盖 容易懂啊 他把云一本深色的这个句子 通通都写掉了 把简单容易的句子汇集起来 意思又能保存这么完整 非常稀有难得 我们常常读读 总的纲灵 就是佛教给我们的三句话 善护口业不积他顾 善护身业不舍律衣 善护意业清净无然 我们能用这个纲灵 过身后 用这个纲灵 除世待人介无 与佛法就相应 细节呢 那你在经里面细细去看